大家好,我是老乔,老乔乔带你一起看没看过的佳作神作好玩的电影 看电影就找老乔乔,今天一起看一部1998年的科幻 这部电影上映比较早,特效和剧情在当年也算是佳作 即使到现在,这部电影依然很受欢迎 好了,开始聊电影 电影名字,冰人 未来世界人类科技发达,拥有穿越星际的能力 科技的发达带来了野心的膨胀 由此开始了疯狂的战争,为此专门培养了一批战士 这批战士从小就开始接受战争训练 在幼年时期观看野兽的残杀,从小培养冷血无情的性格 集体长途跋涉锻炼他们的体能 对他们实行非常残酷的训练 一旦发现有人被队伍落下,高层会毫不留情地枪毙 对于组织而言,他们只不过是有生命的财产而已 即使是死了还会有新一批 他们没有任何业余娱乐活动 除了参加战争就是在等待命令 完完全全的战争机器冷血无情 多年之后,这批战士经历数场战役 一个个都成为了精英中的精英 大毛就是这批战士的队长 大毛从小接受冷酷的训练 没有任何人类情感 同时也是最优秀的战士 多年之后,上校重新培养了一批新的战士 这批战士基因经过改造 拥有更强的体能和智商 将要代替大毛这批老兵 老上校不情愿让自己的兵被淘汰 命令大毛挑战二狗证明自己的实力 二狗是新兵的队长 起行要比大毛大很多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战斗 二狗在耐力上要完全碾压大毛 毕竟大毛年龄摆在那儿 不服输的大毛只能拼命 即使派出了三名老兵 依然被二狗给碾压 上校也不得不认同新兵的实力 大毛被当作垃圾投放到一颗星球 这颗星球环境恶劣 被专门拥来投放垃圾 星球上会时不时的有沙尘暴 换做平常人只能等死 对于大毛而言这都不算事 这颗星球上有一批居民 很多年前一艘宇宙飞船在此地坠毁 飞船上的人幸存了下来 星球比较偏僻 没有办法逃生 只能在这颗星球上苟延残喘 大毛由于伤重 昏倒在人类基地 基地的人一眼看出来 大毛就是士兵 大家投票要不要留大毛 最终还是发善心收留了大毛 球长夫妇治好了大毛的伤 大毛在这里受到客人般的待遇 给了更多的食物给大毛 教会大毛种植物 大毛慢慢的也有了 人类应该有的情感 不再冷血 基地的人始终对大毛抱有警惕性 在一次野外活动中 救了一名队员 基地的人认同了大毛 这颗星球上有很多毒蛇 被咬之后无药可救 一次球长的儿子遭遇到毒蛇 大毛并没有直接杀死毒蛇 而是教给他如何杀死毒蛇 这一幕正好被球长夫妇看到 被球长夫妇误以为要害他们的儿子 基地投票赶出了大毛 大毛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感情 第一次体会到孤独的可怕 冷酷的大毛躲在角落一个人哭泣 第二天 球长夫妇正在睡觉 一条毒蛇爬上了他们的床 球长儿子打死了这条毒蛇 球长知道自己误解了大毛 亲自找大毛回来道歉 与此同时 上校为了训练新兵 派遣新兵来到这颗星球打算毁灭基地 大毛为了保护基地挺身而出 独自一个人单挑众人 新兵虽然体能和智力都很强 但是他们缺少实战经验 战场变化多端 仅仅靠竖本知识是学不来的 显然这群新兵不太了解实战 在漆黑的夜中 大毛才是这里的王 新兵一个接一个被解决 没有任何挑战性 只是一群肌肉发达 头脑简单的货 球长也在战斗中不幸领了便当 最后只剩下大毛和二狗 大毛有主角光环 也有智商 这么多年的战争不是白打的 二狗最后JJ 上校不知道大毛在这颗星球上 自己的兵被灭 上校很生气 派老兵安装超级炸弹 要炸掉整颗星球 老兵见到自己的老队长大毛 这老兵里面除了大毛之外 其他人还是有点感情的 老兵选择了反抗上级 将上校几个人留在了星球 基地的存活者和老兵撤离 上校几个人和星球一起灰飞烟灭 大毛抱着球长的儿子 带着球长的媳妇 带着幸存者前往了另一个星球 这部电影上映比较早 我觉得看着还是可以的 可以算得上是一部佳作 还是值得看一看的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想要获取本片资源 微信公众号搜索老油条说电影 我是老油条 喜欢点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